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为什么要上学 为了考一百分 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 还是为了应付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十二岁 我们都有感触 耶 十六个 清朝小孩子 平均年龄十二岁 五个 外表可爱 却总不在乎别人眼光 五个 文静可爱 却又闷骚到发火了 剩下的 不是躲着画画 就是独自写作 或是 一直跳舞 不然就是 看书 扯铃 还有 一直泡咖啡 但是 每一个都有上台表演的欲望 两年的准备 足迹遍及安南区各地 努力提升不同能力 从学校到增文西口 从探查到做模型 从班级课室表演 到学校上台发表 只为了 寻找一个表演的舞台 谢谢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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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我 我为什么要上学 我们都勇敢做 耶 我又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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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饿点 我饿点 蜜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